好 第三种 就是当冲的 当日大行情 这是我们只吃最好吃的那道菜 这什么意思 当冲客是 除非你是冒客 就是只赚5点 10点的那种 就什么行情都能做 那如果你只是要赚 50点到100点的那种当冲客的话 那你就只能挑行情做 不是每一天都有大行情 就像最近的行情 你只有波段多单赚得到 每天都上冲下行 像今天这种开盘就拉 像今天是礼拜四 对我们是礼拜四 对 就是开盘大拉特拉 整场都卡在大概三四十点晃动 就在那边 那就是一个波段多单行情 当冲就变得很难赚 而不是当冲能够大赚的行情 所以说我们只赚 如果是当冲客 我们建议只赚 最好做的那种 就像这种 我们今年3月4号 台股的走势图 这个图 当天的政府有194点 194点 什么时候进去 都可以有赚到100点以上 对 是非常大的行情 那你只要准备好 那个当天的行情是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只是说你没有准备好进去做 那如果像 这种行情你就要用水果刀 迅速的赶快跑进去 赚 赚这种当天的大行情 如果当天是没行情的 像2月16号 当天整天都只有54点 54点是整天最大的行情 如果中间的话 都给二三十点 这个时候你硬要做 那一定就会很容易受伤 一天可能 八个十几次都不够 不够 我们再来看 另外第四种行情 我看的就是 一年只有两三次的大机会 这什么大机会 就不但它是涨 而且还是很急速的涨 不但是跌 还是用崩跌的 你不但看对方向 它还有速度 这种速度 当你抓到的时候 你就要五四刀 迅速的去做这种大行情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用 bu call buy put的方式 去转这种倍数获利 五倍十倍 就是一定要五四刀 才能赚取这种利润 那你一定要有个方法 知道 什么时候会发生 这种很大的行情 你不但看对 而且要知道 它就是这么快 这么快的行情 这样子 那当你有 这四种工具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赚取 各种你想要的利润 重点是你要准备好 基本上你每一种工具 不能混着用 你要确定说 你现在用什么工具 你不可能随身带着电锯 然后又带着小刀 然后还插着五四刀 那这样什么行情来 你都 你刀子都伤到自己 你一定是 假设我要赚大行情 我就是电锯带着 我就一直走 一看到大树我就砍 一看到大树我就砍 这样子 顶多我就砍不到树 但是 但是 我不会说我拿了电锯 然后杀进去那个只有木屑的地方 那我就很危险 反而会伤到自己 你一定要决定好一种 交易策略 你要做长做短 决定好再去做 但你做得很熟练的时候 你再来做第二种 再来慢慢的混合运用 才会比较好 所以说 你有时候你会做不好 那是因为你带错工具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你是要做长还是做短 对 最简单就是套牢就做长 对 没有套牢都做很短 这样子 那这样来看就是混的做 好像比较不好 那我个人认为 这种行情就是用五四刀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个人认为 交易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你不要下出错误的单子 这什么意思 就是 市场明明在涨 市场明明在涨 它已经天天涨 好像台股现在行情 你手上怎么会有空单 所谓你是做长期趋势的 不过就期货的周期而言 比较少做这么长 对 你很 除非你是要避险空单 之类的 不然如果你只是做一个短期交易 做三四天 台股就给你表现 天天都在涨 那你不可以有空单 那如果它天天都在涨 你也会有空单 那即使台股未来涨到八千五百点 涨到九千五百点 涨到一万五千点 两万五千点 都跟你没有分 它无论怎么努力表现 你都是用空单来伺候它 那它怎么表现呢 对不对 它即使涨两根涨停 你还是要给它一根空单伺候 对 那就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那你永远都会赚不到 那个趋势的大钱 市场都涨给你看 所以说 但你了解到这件事情以后 你就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你就会下出正确的单子 这什么意思 市场只要敢涨 它只要敢涨给你看 你手上一定有多单 无论它有没有原因 只要它敢涨 就像台股现在这样子 我们也不懂它为什么会涨成这样子 但有时候等你了解的时候 好不好行情到7500点 你都来不及 对 为了两岸搞不好有密谋什么样 比较大的利多 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随便放空 它搞不好来公布一下 它测飞弹 那你不就是随便就要输一千 一两千点吗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市长就跟你讲 就是它就是敢涨 无论美股怎么表现 现在市场它就是敢涨 对 那你起码不能有空单 对 你起码你要先借掉 硬是要放空 有时候看涨多了就不顺眼 有人就喜欢放空 对对对对 那你这样的重心 你当天这样做可以 因为当天行情不会太大 当天也都被尬一百多点 那偶尔发生而已 但是如果你用 波段的操作 去操作这种逆事单 对 很容易一输一千多点 而且 输掉就算了 你还反而少赚这一千多点 柴股从来没有人预测正确过 未来的行情是更难预测 尤其是两岸这么奇怪的 特殊现象 但是只要你 能改变你的心态 只要它敢涨 你手上一定有多单 那就很 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 就是一个顺势操作者 那就很轻松 那你就觉得市长跟你就是朋友 它涨给你看 对 它要跌它一定会跟你讲 它一定会跌到某个程度 你就会发现说 市场开始要跌了 但是这几天你看 最近的台股 根本就没有要跌 根本就没有要跌 那如果你可以 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那你就可以准备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那就是最后的阶段 你不但下出去正确的单子 而且数量很够 你不但敢下多单 而且还下很大量的多单 那已经证明你是对的 你已经 可能已经获利了三四百点 今天已经是赚钱的 那单子一直加买下去 你就可以赚到很大的一笔钱 这是我们认为的三个阶段 那怎么样 让大家可以 一口气从第一个阶段跳到第二个阶段 那你就要有很正确的方法 那我们在8月2号 开了这个去复讲座 对 奇货基因培训性化 一定可以让你迅速的 迅速的从第一个阶段跳脱到第二个阶段 你马上 你无论怎么看空 你都不会下出一口空单 你的技术一定要这么的简单明亮 对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让你下空单这个机会 那你就可以很快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之后你看久了 你就可以下出多单 对 再来就越下越重 再来你就会很 交易就很轻松 对 你是follow市场的 那我们的 这个培训训练主要可以得到什么 给给 demanded 那你第一个阶段 小石